都是誇張的 今次比起任何一次的攻擊來計算 傷亡都十分之大 這是真的 你想想今次是屬序域戰爭 50周年的一日 即是發起今次的攻勢 相當誇張 之前提及到有雙位數字的以色列人被殺 有些報道甚至乎是超過100位 受傷的有超過800位的以色列平民受傷 當然以色列亦有發動大規模的空襲 接近200位的巴勒斯坦人 在空襲之中死亡 接下來也會有大量的空襲出動 當然,如果說到歷史上的 例如1967年的六次戰爭 我們今次不刻意重複 如果有機會 我們才會再介紹以往 即是中東的六次戰爭 詳細,即是他們的情況如何 好 今次以色列人的死傷 應該是遠超過之前的情況 遠遠超越了 而且,永遠都會有很刮心 全球流通透到附近海六屋 基本上已經是海六鄉全面滲透 即是有滑翔傘 我們稱為爲獎散 Pu-Gliders 滑墙進來也有 打擊來說,很厲害 有十幾個據點,在加沙地大附近一帶 仍然需要更多的以色列軍人支援 講到今次的攻擊 大家都見到在不同的國家,亦有不同表達的情況 相信現在以色列這一邊 其實他們在尋求更多外國領袖和政府的支持 其中我相信會有一定的支持,例如來自美國 即是我們講到拜登 正路去看,拜登應該會強烈支持 始終美國都是以色列最堅實的盟友 所以我們都相信拜登譴責之餘 我們相信他將會加緊援助 從監額上和軍事援助上 我相信都是不會受軟的 不過最近,美國兩黨之間的爭論 包括國家支出的問題 財政預算那邊 我相信都在以色列這麼緊急的情況之下 拜登都可以有他的總統提款權 即是我們說他的PDA 盡快去撥款和撥出軍備去支持 即是現在以色列的情況 以色列這邊的國防部長 應該都是很快樂 就會跟美國這邊說 包括奧斯丁國防部長 以及新任的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 新任的那位布朗上將 就會跟他們做一個溝通 即是接下來會有什麼支援 我們相信主要都是武器 例如空軍 空軍內的一些彈藥 空軍這次也是一個主要的反擊角色 包括我們說出動到他們的F-16 那你說有沒有出動到F-35 就很難說 即是純粹以打擊角度來計算 其實F-16的打擊 都已經是一個相當精準的打擊 亦都我們看片 是炸到他們一些指揮中心 我們相信是指揮中心 即是攻擊到他們的指揮中心 甚至乎去擊殺斬首哈馬斯的高層 在這兩天我們相信 很有機會 以色列就會去尋找他們的情報裡面 例如哈馬斯的高層打擊 他們一直都要進行到 將對方的高層暗殺 拔除這些情況 所以現在應該是 在大規模的報復裡面 應該都少不了 即是這一種打擊 所以空閘這邊 我相信接下來繼續 而他們的陸上部隊 我相信也都按到威 去進行打擊 大家也看到有很多 即是他們的部隊 其實都是整裝待發 然後去出動 然後接下來就要在前線上 進行打擊 我相信暫時 中部和南部這一邊 仍然是戰士焦點的所在 剛剛提到外國勢力的介入情況 伊朗這邊 似乎伊朗這邊已經有個說法 包括他們的革命衛隊 那邊 已經說明了他們 會支持哈馬斯的組織 這一位 應該是屬於伊朗最高的精神領袖 哈馬斯的軍事助理 叫做薩法維 大家看到這一位 這位是薩法維 他表達支持哈馬斯的發起 今次這個行動叫做阿克薩洪水 阿克薩洪水的行動 他亦呼籲其他人士 即伊朗和巴勒斯坦 一起去打這場仗 當然 另外也包括 包括黎巴勒那邊 黎巴勒這邊 其實就是十月派 會不會 珍珠黨這邊 接下來也會對以色列的北疆 進行一些騷擾性的襲擊 這個我們仍然會繼續觀察 另外也有一些奇怪的情況 就是沙特阿拉伯的狀態 沙特阿拉伯的狀態 其實也頗直接影響到 現在整個中東對今次事件的脫態 這個也我們牽涉到 中東的和平局勢 可能會突然出現一個 180度扭轉的情況出現